我们在一起半年了 渐渐地我发现 他处理很多事情 都特别不成熟 他总是说我不成熟 但我觉得我没做过 什么不成熟的事 我觉得他对朋友 都比对我好 特别不会处理 跟异心的关系 他给不了 我想要的安全感 他每天都在忙 两个人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事业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 事业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现在他已经 严重影响到了 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 继续和他走下去了 我特别想好奇地问一句 何为成熟 成熟是怎样的 成熟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王22岁 来自甘肃个体 女嘉宾小贾24岁 同样来自甘肃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不成熟是吧 是 是 有觉得自己不成熟吗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们俩谈了多久 不到半年 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去年六月份毕业 就是我的工作是跟学生是有打交道 然后有一天我去学校里边吃饭 他自己创业 我认识了他工作室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朋友认识的 谈了半年恋爱就发现有问题了 对 分不掉这个手吗 如果分得掉的话就不用来了今天 为什么分不掉呢 有感情吗 有感情 你对他还有感情是吧 对 怎么了这小伙子 怎么不成熟了 因为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他挺有上级心的 就是把自己的职业啊 还有工作整个就是规划特别好 挺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特别热心 再往后的话 他就是感觉他只是说的比较好 然后实际行动就特别跟他说的对不上 我就感觉到他各种事情 包括工作呀 还有生活中就是很多东西 都感觉不合逻辑的这种 就特别不成熟 你能举点例子吗 就比如说前一阵吧 他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删掉了 客户就是找我聊工作的一个微信 之后那个客户如果不给我打电话的话 我都不知道有这事 让我那个工作反正就那么没有开展下去 我当时特别生气 那不当时我删的也有原因吗 他就升职了之后 他每天的生活里和这个感情世界 好像只有工作 白天工作晚上工作 他进去升职了之后 他就是说白天不知道在公司怎么样 晚上回来之后凌晨了 他还拿着手机电子在这 敲打敲打 那我不也是为了咱们俩吗 我要不为了挣钱 你为了咱俩 但是你也得分这时间对吧 你说你一个女孩 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这个人物量那么大 你说你都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关心你吗 所以你删除她的微信 我删除她微信 就是说她那个客户 这才他们合作过 那之后就是静机的话 我们俩这个 对呀你都说了是合作过的 那合作过那客户 他对你有啥意义 你不知道吗 我就感觉他对你不怀好意 你自己心里都没谱吗 那他看到他那个 客户他发了那个微信之后 他说周六下午四点 怎么怎么的 我就像周末呢 你不是正常休息吗 你还得去工作 可能我们俩这个 这平时时间就少了 就窝里肚子 我看那微信之后 我当时就杀了 我也没打算告诉他 那个客户 他是跟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 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就是他就觉得 我们那个微信啊 电话聊得太频繁了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 我们搞了一点小矛盾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业务 他就说因为也是熟人了嘛 就找我 结果他就拿这件事又说是 就说我们家朋友太亲密 那你说之前 之前就是你们合作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对你又没有好意 你们公司再也没有其他志愿了 就拿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吧 那老板对他老献应勤了 那之后就是那天 我下班早一点 我说我去接他 那时候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下班了 陪客户去吃饭了 那行 那你就去吧 快吃完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下 我去接你 都八九点了 他还没给我打电话 我就挺着急的 给他打电话 他说那不用了 我已经到楼下了 我就心里挺纳闷 我说你这吃完饭 你自己打开车吧 你还得到客户送一下 他是他俩说的事 我就说你啥事说不完 饭中了几个小时了 你说不完 你还得回到道上说 这事我之前跟他提过 不是说送我回来 是人家顺道 我一般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说事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放边上 就不看了 因为特别不礼貌嘛 然后我就把这事忘了 那确实是我的不是 但是你要说他专门送我回来 还献殷勤 这我就不太乐意了 那你说献殷勤不是吗 我一送到楼下的时候 他还特意跑下来的时候 给你把车门拉开 那是一种礼尚往来的 礼尚往来的礼貌去吗 那是客气 你就一直就是说 第一次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那人家大老板 你快能在乎这样 会看我一个小职员吗 那不是文字兵兵 有礼的这种 他每次就是拿这种理由 把这个淘汰过去 他车边客户这样很多呢 总是这样淘汰过去 那你扇得过来吗 肯定扇不过来 但是就是说周末了 你说休息吧 那这样说就不好了 那你怎么能说扇不过来 搞得我好像 跟每个人都有事一样 那我也没说 你跟每个人都有事 我问错了 对不住 就这个就不成熟 还有就是 他除了就是 影响我的工作之外 他前段时间 我托我朋友给他就是 因为他也是自己 创业学生那块 一个业务 我就给他突然介绍的 然后他也挺开心 把那事确实挺上心的 为了那事 准备了一两周的时间吧 之后签合同之前 他出了岔子吧 那事给搞黄了 那人都怨我吗 你说那是 你说路上堵车了 对吧 我也不想啊 那不我还准备得好 之前一周挺辛苦的 和那那个负责人 又是打电话 又是吃饭的 一块说了 把这个说敲静下来 那都敲静下来的 第二天我就说 早上起来 我就说去和那边 把合同签了吧 关系谁知道 第二天早上 我那个朋友吧 他对我挺重要的 就是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认识时间也挺长的 在这一块的话 之前我碰到的时候 人家是对我这方面 是尽心尽力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 那你说人家第二天 那你的朋友是朋友 我的朋友就不是朋友 那事是我托我朋友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没说完 怎么了 他就是因为我是托朋友 给他介绍的 我明白了 你托朋友给他介绍个业务 他没说完呢 他不说他的朋友怎么了 对 那么就是说 我那朋友对我挺好 他第二天早上 凌事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这来不及了 我需要去个地方 来不及了 你能送我一下吗 我就算了一下时间 他跟我说 那一会儿我感觉也不远 来回来就两个钟头吧 我说行啊 没想到路上就堵车了 我当时心挺着急的 真的 我跟那边负责人 也打电话联系了 他说没事 不着急 赶回去之后 过来约好这个签合同 这个点了 但是我跟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就给他 签解释万解释 人家不就是不听 之后还说 你这人不守时啊 没有信任啊 咋的 因为要送朋友 所以耽误了签合同 对 而这个正好是你朋友 当然他都说了 他那朋友 那事是个小事 而且我这朋友 他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然后就是说 把这个业务介绍给他 结果他就是特别不守时 这一点 人家也看出了他的不成熟 人家肯定看你守不守时啊 你要不守时 人家怎么可能 就是继续跟你合作下来 这个不守时 我之前路上堵车 我跟那边负责人也说了 他说没事不着急 我们等一会儿吧 那你要是不接 你朋友这个小事 你这个大事你能误得了吗 那你说我朋友对我来说 这点小事我都帮不了 他觉得以后 还有帮我的必要吗 问一下成熟的这个女朋友 如果他没有去送他的朋友 就是因为堵车迟了 他算成熟还是不成熟 那这个事就得另说了 那怎么说 结果还是事没谈成 那我可能就不会这么生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特别客观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这里面 我还发现另外一个细节 是你意识到要迟到 给对方打过电话 对啊 好 我们再往下说 还有就是他关系好的也是朋友 关系不好的也是朋友 就谁都是朋友 那不多条朋友多条路吗 男人在外的你说是吧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只交朋友那就够了呀 那路太多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那你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嘛 就他因为他那个经常对接的 也是学校的一些学生嘛 你们俩到底做什么工作呀 他是自己创业就是 干嘛呢 比如说驾校啊 还有就是教育啊 各种就是这个行业的 你呢 我是就是也是学生服务的一个网站 就这样子 所以你们都跟学生打交道 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校园这样子 行 那你接着说啊 怎么了 然后他就是跟起来 经常有一些各种小妹妹呀 小弟弟呀 就是这样的一些 尤其是女生特别多 然后每个人都感觉到 是他的好朋友 他这个是亲妹妹对待 那个也是亲妹妹对待 就感觉到没我什么事 就这样 有一次就是一个小妹 来那个工作室 提交学费 顺便就提了一句说是 他明天得去车站 如果他明天没事的话 把他送一下 当时我还开玩笑 我说人家有男朋友 你要是抢着去 人家还不乐意让你去呢 晚上的时候 我看他一直在那玩手机 我就问了一声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跟人出主意呢 怎么着 反正我最后想着 他肯定不会去的 结果他大早上六点钟就起来 反正是送了人家 那不当时在那的时候 我以为人家也是开玩笑吗 晚上回之后他跟我说 他说他对象不愿意 不乐意咋的 我就给他出了主意 我说你给你对象撒撒娇啊 这些这些事 这些还有你教啊 那你教的过来吗 那么多 不是 后来你是去送了 还是没事 去送了 第二天早上 我跟你说 我还没睡醒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当时那姑娘带着哭腔 感觉挺委屈的 反正他和他对象封锁了 就因为这件事 你说这妹妹都说得 我头上了 你说是吧 对 你说你干了什么事 让人跟对象都分手 就是我让他和他对象封锁了 是他具体的事 我也没多问啊 但不能因为我呀 最后我就是说 那行了 你去了 去了 把人家送了 带着哭腔 你就去送人家了 你认为那是你的小妹妹 你知道小妹妹会怎么想吗 那小妹妹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她咋能不知道 你当时在那坐着 她咋能不知道呢 那她知不知道 那只有你知道了 反正我不知道 那是人家的事 我哪知道 我也没问人家 你们俩当时 就怎么能在一起的呢 感觉这个事情 其实你这么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经常在一块玩嘛 你一起又去唱歌 又吃饭的什么的 出去多了 也就慢慢地觉得还不错 这不是才半年吗 多了是我把她的胃收服了 把她的胃收服了 你做菜做得好是吗 对 就是做饭吧 她感觉也挺好的 你不会给其他的妹妹做饭吧 有那么一两个吧 有那么一两个 那不关系好 你不怕他们又被你收了 她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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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说分不掉是吧 暂时是这样想的 那你们来干嘛呢 就是我觉得 如果她总是这样 不成熟的这些表现 她认为这些举动呀 延期举止没什么 但是在我这里就是觉得 这是我们继续往下走的 一些矛盾点 那你希望她怎样 你提给她好不好 我希望她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 也不是说不让她去帮助朋友 就是你可以去帮助 但是你得分时候 工作的时候 你得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因为你毕竟你也是 现在是一个创业期 就是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工作第一 对 朋友的话你可以去帮助 但是还是得看时候 你不再找她的工作 他已经在做的 就会不会赶紧 那个工作室 因为我们在工作室 就是不必要的 是不必要的 那就是不必要的 但是不必要的 也不是不必要的 我们在工作室 在工作室 就会有什么 就会一顶员 就会写工作室 就会给我们 帮助的工作室 就会写工作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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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脾气男友是吧 又会做饭 但是太好也不行 你认真的时候 他还在好脾气 就是他永远 都是吊儿郎当的 在你眼里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也不知道他哪句话 是当真哪句话 是假的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爱他吗 之前的话爱 现在不爱了 他老天我 这我感觉 我挺烦的 你烦他是吧 你倒是挺直爽 他之前没跟我讲 他烦我 那你要分手是吗 我没有要分手 我就说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就没有 你是来给他出黄牌的 是吧 对 你小心有其他的三位老师 一人出一张黄牌 两张红牌 我看你罚不罚的下场 来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来吧 叶老师 问题啊 你自己创业 除了那单 让你因为送朋友 堵车 没有签成合同之外 其他呢 生意做得怎么样 就是还行吗 感觉 他生意做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一半半 反正对于一个 刚创业大男孩来说 还说得过去是吧 那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差呀 我还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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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不过来 我不给你 我还以为你 我还以为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是爸爸经常是忽略不见 后来我发现当妈妈承认不懂的时候 爸爸在那儿围对色舞地来炫耀 给他讲解的时候 我看到爸爸那种享受 我终于知道了 给对方一个标签 也给了自己表达的这么一个机会 于是乎我的家庭 爸爸这一辈子 他会要为生活当中很多细节来操心 这他特别的美 情感当中的两个人 或夫妻当中的两个人 有时候经常有一方 非常强势的 是无理的 来摧毁对方的这种价值系统 最后你发现 对方实在不想和你硬碰硬了 行了 你说不行就不行吧 那我不干 你干 最后所有的操心 所有的事都得由你了 那真的不行了 我觉得他一定有他行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成熟的地方 不成熟这件事情不要轻易做 如果你想操心的话 你想让他成熟的话 你还不用说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我看好你 有点小磕小干 其实可以让他更成熟 所以你虽然防止他 发生了一次错误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闹灵的话 他下一次更多的错误会等着你 你还得去提醒 不要当一辈子闹灵了 两个人不骂的时候呢 学会倾听 要不然各说各话 谁也知道不懂谁说话 举案齐眉 彼此专重 如果这样的话 才能走得更长久 不要完全把一个人的力量 说我能够驾驭整个家庭 不特别的累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余老师 谈恋爱不是摘菜 你把坏的都摘了 就留下些好的 如果你把一个人缺点 全部去除 只留下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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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突然女方发现男生怎么那么不成熟来请关门 男生发现原本那个性格可爱的女朋友 怎么变成了一个愿意挑刺的让人烦的女人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塔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或者万事塔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居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看一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 我觉得 因为我不能接受你的毛病 我不愿意为你而改变 我不愿意忍耐宽容容忍你 那只能证明爱的还不够深 所以没有什么遗憾 大抵这就是生活吧 在这里面我呗用尽